这个意思呢,就是心理发展它不是公路式的,不是可以随便改现的 那么你今天的表现一定有相应的过去 我做犯罪心理分析发现,我主要研究的是什么问题 研究的是那些缺少物证、人证、无从下手的案件 因为缺少人证、物证,它无从下手 它最后来找我的话,他们说你心理分,你不分一样心理吧 大家知道这心理分析,我刚开始也不知道它能够案 结果后来我还真破了几个不错的案件 有一个案件持续15年 要人证没人证,要缴硬没缴硬 要指纹没底纹,DNA什么都没有 它是一个系列扎刀,扎完就跑 13起案件死了11个人 目击证人也没有 那最后我怎么分享 我就从他作案的方式来判断 生活当中这个人应该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为什么能做这样的判断呢 就是刚才我讲的,人的心理发展是诡计事 我有时候也开个玩笑 我说你们想要什么样的人吧 你们想要什么样的人 我就告诉你们怎么养 无耻之徒是怎么养出来的 变态是怎么养出来的 冷不无情的人是怎么养出来的 其实每一种人 他都有一个他的发展轨迹 比如我就讲变态 变态大家都知道 这种人基本都是孤狼 什么叫孤狼 一般没谈过什么正经恋爱 他只吓不过女性 而且女性一接近他 马上都跑掉了 第二,没朋友 第三,他没有一项工作能长久的 然后最后走投无路 他不是搞爆炸 就是给你出现一些变态 性伤 那么很多人对这些人不能理解 我告诉大家 这些人怎么养出来的 这孩子生下了以后 您就把他扔在那儿 晒着他,别理他了 他不饿了吗 给吃奶了 吃完,扭过就走 这孩子睁眼就是天花管 嗷哭泪的,没人管 接着睡 睡完了醒了再哭 吃一勾奶又没人管 当他能坐起来的时候 眼前无人,耳边无声 干嘛呢 抠着眼前什么东西都行 要么是手里的 要么是床上的 抠着,抠着,抠着 他的注意力全在哪 全在手上 那么眼前无脸,耳边无声 他对人有兴趣吗 没兴趣 所以当他慢慢长大 他会变得极其安静 他对人没兴趣 他一不会跟人目光对视 二不愿意跟你交流 所以他们的话很爽 说话就是很自然 到年龄就会说 但是他的话是极少 问题是 这些孩子从六岁之前 到十二岁之前 都很安静 甚至到十八岁 因为他的安静 甭管他学习好还是不好 老师基本不把他 视为一个问题少年 所以老师也不会过多地去干领 也不会过多地去关心他 那么这种孩子 可能到点回家了 到点来上学 问题是什么 他到什么时候开始出问题 我们研究变态是 二十五岁之后 他们开始出现异常 为什么二十五呢 因为二十五岁之前 人们要选专业 找工作 找了工作 找对象 然后结婚 成家之业 可是这种人 他早年就是一个 家里就没亲情 然后到情感过程当中 他没有同伴 刚才我讲情感发展 是由家的这个点 就是依恋对象 和家的亲情 然后伙伴 然后对吧 同性别 然后异性别 你想他前面这儿 全是空的 到了异性 同性没有 他异性 他也没有 他还是很安静 他不会跟人谈恋爱 也不会主动 找女孩去搭话 但是过了二十五岁 再持发育的人 他也会有性要求 性要求来自于哪 来自荷尔蒙 荷尔蒙是什么 是生理的问题 他不是想不想的问题 对吧 是你有没有 这个冲动的问题 当他有冲动 可是他 他拿什么去谈谈 他不会跟人交易 于是 佛罗伊德 把这话叫升华 什么叫升华 就把性冲动 变成文艺体育 创作 他也可以创作 他真创作好了 他不出事了 比如说 有的人宅在家中 一个人 最后唱歌 一鸣惊人 成了名人了 这倒挺好 问题是 有些人永远没有 一鸣惊人的机会 于是他怎么样 他觉得 你们都看不上我 我得想办法一鸣惊人 怎么惊人呢 大家记得有一个案件 发生在美国的 丹佛影剧院 有一个人穿成小丑 出现在电影院 当这个 拍头片要拍手 他突然出现 人以为是一个表演 没想到拿出枪来扫射 那个现场 当时也是死伤 非常惨 最后这人脱离了 还跑出影剧院以后 被警察在停车上抓住 他跟警察说的 第一句话就是 我就是一个小丑 然后警察后来 考验安慰他 说你先别着急 你的话都在法庭上 成为证据 你先找个律师 他最后来这么一句 我家里还有炸药 然后警察到他家 才发现 这一层啊 你知道这人什么人吗 这人从小 小学我不知道了 我只知道 他大学毕业找工作 因为面试问题 他无法面对 他始终不敢去面试 于是他又回来 读研究生 读完研究生 他仍然是不能面试 他又回来读博士 他读了一什么博士 读的脑神经博士 脑神经就更不跟人打交道了 把人掰开研究里边 那么研究什么 所以他就研究炸药 因为炸药的制造 算了就跟脑神经 是一路了 然后大家还知道 北欧国家 挪威曾经发生一个爆炸案 这个也是一个杀石 这个叫霍尔姆斯 那个叫布莱维克 这个时候也是这样 长得一表人才高额头 然后还宣言说 一个人信仰顶上一支军队 他干嘛呢 他在市政府门口搞了一个自制车炸药 紧跟着跑到伊特岛中杀人 我们国内也有一起这样的案件 但它不是爆炸 因为我们爆炸会控制的比较严 这个案件大家很听说 我叫黄尔 黄尔是河南驻马店的一个案犯 这个人没离开过村庄 从小咽咽咽的 不惹事不生非 任何一个人想不到他会是犯罪人 他也是这样 他们家父母 然后三个儿子 他是最小一个 爸妈出去挣钱了 两个哥哥长大也出去了 哥这一抹二分地 弟弟啊你足够活了 他这那一抹二分地 每天一个人在家 家里穷的真的是一塌糊糊 但他用的那点钱干嘛呢 每天就是网吧待一待 然后小外婆买包方便便 一瓶啤酒就算一顿饭 他后来就想 闲得没事 小时候有个愿望 他看了一个录像杀手 于是他说我要当一个杀手 怎么当呢 把页面机改成一个木马床 他到游戏厅找那些 玩到没钱的孩子 说我家有游戏不花钱 叫木马床 把孩子一个一个骗回家 骗回家干嘛呢 你只要躺下 把脑袋放在那格栏里 只要能够这儿到低于胸 你就算过了第一关 好多孩子傻瓜 坐上去了 扒一躺脑袋卡住了 卡住以后说 不行我上不来了 他过来了 不是帮你把他扶起来 他拿一个绳子 把这儿卡围住了 两边也有木头 所以勒不死 但是你脖子起不来 当你脖子起不来的时候 他再把腿把你腰 先给两头脖子和腿 然后勒腰 勒腰难受啊 这孩子会喊啊 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感受快乐 结果有一个一米九的孩子 脸上最后尸体被发现 砍了无数刀啊 他们问我 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刀 我说这个孩子攻击过他 也就是说他仗了人高马大 一直在骂他 但是最后的第十八个孩子 他给放出来了 为什么 这我在腔腔上肯定讲过 这个孩子从被抓紧被骗 一直在哭 一边哭一边求他 你可以跟我做游戏 但是你别杀我 我们家就我一儿子 我还有一个奶奶 我还有一个残疾的大掰 我爸爸妈妈今后就指望我了 你要把我杀了 他们以后怎么办呢 后来我见过他大掰 他大掰是抗美援朝 因为胀药 一个胳膊一个腿没了 所以一辈子没结婚 就跟着他爷爷奶的一块儿过 然后这个弟弟结婚了以后 他们家现在 一个男孩一个女孩 他是男孩 这个男孩非常善良 而且人也特别温和 这个过程他当中一直在求他 然后他就开始跟他显示 我是个杀手 让他看这个 让他看那个 这男孩不说话 低着眼眉 不说话 最后这个黄勇说了这么一句 你咋这么怂 就是囊那个意思 你怎么这么囊 这个男孩还是求他 然后黄勇说了这么一句 说杀手的剑是双刃的 你不死我 必死无疑 结果 说明天我就要送你上路 给他多活了 他一共是四天 就第四天要杀 结果等到第四天天亮以后 他把这男孩 弄在那凳上捆上 这男孩就放声大呼 说求求你啊 说叔叔你不要杀我 然后他哭的时候呢 就说还是说这句话 他说你也有爸爸妈妈 如果你就这么没了 你妈妈回来找不到你 他得多伤心啊 他老了怎么办呀 他哭这话的时候 这突然他就这孩子 自己跟我讲 他说黄勇不见了 然后过了一会儿 他说刚才是我哭 后来我发现他也在哭 但我不知道他在哪哭 他说我躺在那我看不见 我听他好像就在 我的腿的那个下边哭 哭什么呢 后来听黄勇在说 他说我们家人 从来不管我死活 我在这儿 他们从来不关心我 我就是死了 他们也不知道 他们才不在乎我死活 结果这个孩子特别善良 他说什么 那叔叔你要不嫌弃 你把我认作干儿子 你老了以后 你过来 我给你一块养老 我把你和我们家人 放就是一起生活 好不好 然后黄勇当然说 那你不许报警 他说叔叔你不杀我 我干嘛要报警 结果黄勇最后 生生把他放了 放完了以后 把他送回来以后 这孩子也挺鬼的 他没回家 他跑到一同学家去 在黄勇家也不吭气 不过在家睡一晚上 睡一晚上 当他早上一出来 黄勇都起来了 黄勇蹲在那门口 等着一宿 怕他去报警 结果一看 这孩子真的没报警 黄勇放心了 跟他讲 你先别出来 你眼睛还红着 因为他被勒着 眼睛都是血红的 你先回家养养 先别出来 你过来 那我再来看你 黄勇走了 当黄勇走了以后 这孩子跑回家五天 妈妈都快疯了 找不着他 吓着呀 就看他回来以后 一看到处都是 勒着痕迹血红的 把他大掰叫来了 把那个 他的自己 妈妈的姐姐也叫来 他那个妈妈的姐姐 好像是个老师 有点知识 然后一块杀人 最后全家决定 还是应该到底 这个案件 这个案件才得以揭露出来 但是这个案件 让我们看到 一个什么现象 这种变态 也就是说 什么叫变态 就是杀人一不为钱 二不为信 三不为仇 四没有冲突 也就是说 我们常见的动机 没有 这种案件 才叫变态 也就是他 非常态的安置 那么现在 我讲的这个过程 大家就明白了 变态是怎么养出来 只要你从小晒 晒到发表 到一定程度以后 当他荷尔蒙 和社会交往 发生冲突 他就会出现 表现异常 因此我们在 这个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 他的知识 实际上是有路径的 这个路径呢 我刚才讲了 第一个问题 其实我已经讲了 就是出生之后 亲自抚养 养他到三岁 有恩利他 当他依恋了妈妈 并且也离不开爸爸 因为一生命 一定爸爸抱着 妈妈陪着 平时都是妈妈来照顾他 给他换尿布收拾 等等陪他睡觉 所以当他在 这样一个背景下 三岁开始 第二件事 就是要性格培养 我前面说了 性格是要付出 还要自制 那我现在要重点 来讲讲性格培养 其实性格培养 我认为 在孩子六岁之前 说非常重要 为什么 因为我们发现 很多青少年犯罪 家庭齐全 爸妈正经人 不愁失穿 找不到底 他们会问我 为什么 我说只要一个 青少年 这些家庭都正常 他犯罪一定有一个特征 叫争相 跟得病一样 这个争相就是逃学 能学 不学 逃学 这是很多少年 就是家庭正常 但学坏的一个 重要的原因 我曾经问一个 这个少年杀人的主犯 我说你为什么不上学 他回答 上学没进 我说什么有意思呢 玩 我说那你长大了 玩什么 没想过 这三句话 我当时给他们分析 你看出这孩子什么问题 他任性 任性什么意思 就是爸爸说不听 妈妈说不听 老师说不听 谁说都不听 我想干什么 干什么 你拿我没办法 刚才我不是说吗 这孩子要什么 不给料 从楼上跳下去 为什么 你拿都没办法 那么这个原因在哪 检察官不能明白 所以就质问他们的父母 说你们怎么把儿子 叫得成这样 那父母回答说 您不知道 这孩子不上学 我说过的 我劝过的 我打他 我骂他 我能用的方法 都用了 可是我拿他 就是没办法 他不听我的 所以我们进了演播室 他们就问我一个问题 李老师 那您认为是什么问题 我回答的是 他管不了 一句话 他管不 这个孩子的任性 已经养成了 这个什么叫管板呢 性格形成有关键期 就刚刚我说言语 言语代表到 六岁之前是母语 你六岁之后学的语言 和六岁之前 是完全不同的 母语什么意思呢 你就是二十年 三十年不接住 你张嘴都能说出来 所以性格的东西 一旦形成 为什么特难以更改 大家要明白一点 我们能够 心理咨询角质的是什么 是你创伤性的东西 情绪性的东西 如果一个人 好吃懒做 你要把它变成 不好吃懒做 那真的是很难啊 那就好比刚才 我说的一个癌症 你要把它 这个糖尿病 你给它变成 不糖尿病 这真的是很难 所以 最好的一个方法 是让它一开始 你就别吃多了 别把这糖超量 那么这个很重要一点 要在六岁之前 对孩子进行性格培养 为什么六岁之前 我说六岁之前 第一点这样做的 就是三岁上下 对孩子说不行 三岁之前有恩于他 有恩于他 比如我要求 我的女儿养孩子的时候 只要一哭 你就把它抱起来 为什么 因为一岁半以前 他的哭喊 都是生理性的 不是心理性的 他真的是感觉难受了 他在哭 有时候孩子一闹了 他不是真闹 他是困难 就是饿了 对吧 可是三岁之后就不是 三岁之后 很多孩子 他能够表述 自己的很多东西了 而且他开始有主意了 比如我们现在 最常见的玩手机 这孩子拿的手机 我那个第三代 当时爸妈出去了 交给我 让我带着他 他看我玩手机 他有药 我们家有iPad 这一看 看了不撒手 我一看半个小时 我就不让他看了 我长时间看对眼睛不好 当我把他拿走 他爬上了 就给我一巴掌 这就属于什么呢 他已经开始有主意了 他开始要反抗了 那么如果这时候 你说啊给你给你 这是一种处理方式 你不给呢 我比爷爷做啊 就给你哭开了 对吧 哭开你不要怕 我说了 三岁开始对他说不行 就是抓他意见不对的事 当他给你哭开的时候 怎么办呢 刚才我一拖 我才三岁多嘛 多好管啊 带着卧室 把门一关 在管孩子过程当中 我们一定要记住 尤其小孩 一对一 也就是说 无论是妈妈管 还是爸爸 还是奶奶 还是爷爷 不要当着全家人的面 甚至不要当着第二个人的面 因为你在说他 他看他的眼睛 这效果整个没用 所以只能让他看到你 因此我们全家 还有一个 我们叫契约 什么意思呢 只要有一个人管他 其他人一概不出声 我们可以 比如我不同意他妈妈这样管 那我等他 这事过去后 我单独跟他妈说 但是在他妈管的时候 无论他对错 我不出声 所以这是我们老人的一个原则 那么也就是说 把他带到卧室里 一对一 把门一关 第一不要骂 骂你给他一个不好的行为示范 他以后会用这种方式 对待别人 第二更不能打他 他那么小 你踢他两脚 这都不对 第三 你不要在这儿蹲下来说 你这样是不对的 你不要哭了 他在哭 你来求他 你给他一个不好的印象 让他感觉到你很贱 所以你不要求他 你也不要给他讲道理 他哭你不出声就行了 第四 不要走开 走开了就算他依人 那叫惩罚 你爱哭不哭 我不管你了 所以他没有感受到 你教育的意义 那么怎么办呢 四个不做就做一件事 你拿一个凳子在他跟上坐下 然后告诉你 你要哭就哭吧 满方地下 他也摔不着对吧 你面对着他 就这一句话就够了 哭吧 然后不出声了 牙手一插相依的看着他 这个孩子他哭的过程当中 他会睁三四眼 第一次是哭半天的 没动眼睁眼看见 就在跟上使劲再哭对吧 第二次再睁眼一看 他还是这副表情 怎么回事啊 我都累了 对吧 第三次哭了 实在不行 真想看 车子都这样了 散了 也哭了 对吧 所以这就是一次较量 叫他哭一次痛 当他哭的声音渐落以后 你体身出去 给他拿一块热毛巾回来 你出去吧 他挺不情战的 你回来他暗自窃喜 热毛巾一擦心想 哎呀你还是爱我的 对吧 然后擦完了把毛巾一放 你坐下来说 还哭吗 要哭接着哭 我等着你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哭痛快了 你自己不想哭 你自己平着了 对吧 问题是 我给你一个态度 你做的不对 我不在乎 否则的话 为什么有些孩子动不动 你一大人就自杀了 有一个妈妈就是这样 一个儿子 十二岁 网巴玩力小 没回家 妈妈都疾风了 一看到我里头臭骂一顿 好 自己跑屋里喝了 农药死了 妈妈急了 说为什么啊 打电话 那时候我们就发他看法了 当时专家是我 跟我联系 我说因为在他成长过程当中 你只让他知道你爱他 你从来没有告诉他 你做的不对的时候 你不爱他 他觉得你那么爱我 那我就死给你看 我要用你的爱来惩罚你 所以 你一定要在他小的时候告诉他 你做的不对 我不心疼 对吧 那么有人说了 我的孩子脾气大 有有人告诉我 我的儿子脾气大 打滚 脑袋叹就撞墙 脑袋叹是就一包 李老师你说 这种时候怎么办 我说这种时候 你更不能过去 你要现在过去 他以后接着撞 以后不光撞了 以后给你干这个了 所以 他撞的时候 他撞出山了 你也出山 你别不出山 你说又撞那么响 疼不疼 天疼了吧 不过这事你自己决定 这跟我没关系 你要是想撞 你可以接着撞 这事你自己定 你看他撞不撞 他肯定不撞 因为真的很疼 所以以后 他再跟你闹 你就知道 那我没用 他跟你闹 大家不要小看 我说的这个问题 我们国人能闹得太多 你看那个 有的我看那牵手的电视剧 讲的那眼的那天妻子 我就在想 这就是冲的 如果他要真的好好说话 这夫妻过得 不会是这个样子 闹什么闹 这日子能闹得好吗 对吧 然后你再看 有些人动不动 就跟领导闹 其实这是一个 很讨厌的事 我最讨厌的闹 就是在机场 当飞机晚点的时候 一群大男人 跟那个空姐小女孩 跟人家闹 一群小女孩 那么漂亮 穿得那么好看 基于小围巾 人家那么温柔 一说你一个大男人 戴着金丝眼镜 一样子 我一看外表 都是领导或者学者 他跟人家吼 你说你跟他吼怎么吼 他能让你上天吗 对吧 你能不能矜持一点 你能不能风度一点 所以我就讲 我们有的时候 这孩子不能宠 宠完了 我大了以后 他到什么时候 他都漏本相 他肆意忘了一下 所以这是我讲的 这孩子说不行 那说完了以后呢 哭完了以后了 已经把他衣服脱了 鞋疤了 不累了 我不是热水 擦完脸了吗 上床躺一会儿 睡一会儿 我还陪着你 拍戴他 盖上被子 让他觉得 闹半天没用 但是爸妈 还是挺有耐心的 对吧 我们叫和善而坚定 那么到 他待会儿起来了 不想睡了 不想睡了 咱出去吧 出去 想吃东西吗 想吃 那好咱出去吧 出去先喝点水 喝完水干嘛呢 咱吃东西之前 你先过来 咱俩聊个事 聊什么 就聊聊刚才你哭的事 一般证明我们跟他聊 你说你长大 学会说话 以后从现在开始 你有话把话说 你对邦们哪处理的不满 你可以告诉我妈妈 这事不对 我怎么想的 这事我不是怎样 对吧 我说你可以说出来 我听着 我说你是想 咱们家如果不说话 都哭闹 爸爸哇哇的 跟你奶奶哭 我哇哇的跟你爸叫 你说咱们家都像个家吗 不像 所以在咱们家以后 不许胡闹 不许否叫 我说不许胡闹 没有我看我 你应该对我